最主要就是片出平凡裏面的不平凡 雖然這班年輕人經驗不算豐富 但多數都只是做了一兩年 但對香港的市裝就有一套獨特的看法 普遍市場都是Castlewear為主 我自己都是一個Castlewear的設計 一些簡單的文化或者簡單的配搭 都會漂亮 香港的衣服暫時還是比較模糊 始終都是歷史影響 一樣東西都是加起來 形成一個香港的Style 一樣東西都加起來 但現在如果越來越多本地的設計師 去搞一些東西出來 我覺得會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 今年的施政報告裡面提到 香港應該效法一些國家發展創意工業 而市裝是其中一個政府認為條件最成熟 最有潛力打入國際市場的行業 還定了目標 將香港發展成為亞太區的市裝中心 這班剛剛入行的年輕人 對市裝設計充滿熱誠 是業界的一股動力 阿錦本身是DJ來的 他間中會設計T恤放在朋友那裡寄賣 他搞今次活動是義務性質 目的是想多些人留意到本地年輕人的設計 反而是全部出於本地創作 我就想一大班朋友仔去合作做一件事 因為我自己憑單人之力 即即使我如果有一百件衣服 今次行這個fansual show用途不大 人家不會了解到香港原來有這麼多 我只知道你一個人 這班新力軍這麼積極 因為他們看到的是機會 覺得前景很樂觀